根据延续攻略的最新预告片,我们可以推测到在即将到来的延续攻略大结局中,蛇狮们扮演的季后因为被显龙认定为参加了某本,被囚禁在城前攻中国独中老。 在延续攻略接近卫生的时候,蛇狮们扮演的季后已经步入中年,每天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稍滑不在,季后时刻感觉到一种力不从心的苦楚。 季后需要担心的太多,剑龙念远世的爱,儿子的虔诚,一切都似乎就在手中,一切又都显得虚无缥缈。 季后知道自己的敌人魏英洛,无尽严世实在太强了,自从后宫中有了他,剑龙的心就一直被他牢牢的抓住了。 在延续攻略的大结局中,季后惊恐的那一天终于来了,当着魏英洛和太后的面,灭远扮演的乾隆宣布自己和季后夫妻情分从此了断,此生不复相见,之后,季后痛彻心扉的一头,刀出了自己和魏英洛的最大不同。 其实季后一直无意曾遇到红咒的谋反,在自己阻止无效的情况下,季后眼看乾隆冲入大火中时,季后的第一个反应,就是去见乾隆,哪怕明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不住熊熊大火,季后还是愿意去世,因为在火中的是自己一辈子唯一认定的夫君。 灭远扮演的乾隆风流腹黑,乾隆明知道红咒和季后的阴谋,还是默不作声眼蛇出动,看到季后和红咒的事情白露之后,乾隆安然无恙的出现了,这时,季后才知道,自己一直万分担心的乾隆早就躲进了事先准备好的密道中毫发无损。 不仅如此,在事情发生时,乾隆没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魏英洛,他把自己身边的所有侍卫都派去保护魏英洛去了,直到自己的一腔痴心都挫服了,季后痛彻心悲的意豪,到处和魏英洛最大不同。 季后质问乾隆,作为夫妻为什么乾隆不相信自己,从无害乾隆之心,在乾隆有危险时,季后不顾一起的去救乾隆一身多处被烧伤,而乾隆却把自己的所有侍卫都派去保护魏英洛了。 季后苦心经营,虽然在朝中聚集了一部分自己的实力,按理说季后要搬到乾隆亲儿一举,但是季后从来没有那么做过,为了所谓的皇后的身份,季后眼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的都离开了自己。 季后还是毫无二心的守候在乾隆身边,只为乾隆偶尔想起自己的时候会有片刻的眷顾,而魏英洛从和乾隆在一起就目的不纯,十多年来,魏英洛生活安逸奢尼,岁月似乎一点都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迹。 在这样的危急公投,季后想的是要保护乾隆,乾隆想的却是怀疑季后,保护魏英洛,季后质问乾隆这到底是为什么? 季后痛彻心悲的意豪,到处和魏英洛最大不同,就连一直不待见季后的太后,同为女人听到季后的话都心有不忍,忍不住泪流,让下人赶快扶季后出去。 不得不说,于正在选择演员上还是很有脸慌的,吴锦岩,聂远和蛇诗曼,在大结局中一定会再次演技大爆发,给我们带来一场视觉盛业。 亲们,你在看于正的演习攻略吗?你喜欢吴锦岩,蛇诗曼,聂远,在演习攻略中的表现吗?欢迎大家留言,评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